每個人每個人自己的想法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是記錄我們自己的生活 你不能接受什麼 我不能接受 因為其實大部分人還是很理性的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那少數的理性 不理性的人攻擊 比如說我的家人 或者是講一些就是非常威脅的話 應該是不會有這方面的一個問題這樣子 這次自費沒有問題 對啊 我們全程自費 超無辜 因為我們其實真的是去年底就開始安排了家族旅遊 對啦 因為我們的頻道一直以來就是 記錄我們兩個夫妻去到處旅遊 因為我們想要我們在老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旅遊的一些畫面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去了非常多國家 對那剛好這次去了成都就被 剛好我覺得因為是剛好波特王 對他提了這個東西 那時間點剛好遇到 所以就被波及到了 但我覺得沒關係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有他的想法 然後網友他們想要提出他們想法 我們都可以接受 因為每個人每個人自己的想法 對我們來說我們就是記錄我們自己的 記錄我們自己的生活 你不能接受什麼 我不能接受 因為其實大部分人還是很理性的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 少數的理性 不理性的人攻擊 比如說我的家人 或者是講一些非常威脅的話 因為畢竟還是很多是誤傳 或是聽來的 可是就直接會有一些文字 攻擊到家人的我覺得就是會有點不捨 我覺得其實也沒必要 因為我個人其實是一個蠻和平主義者 我覺得真的 就是我也不會上去跟人家比戰 因為我覺得其實越講越多 只是傷害彼此的感情 我覺得他們也會來看我們 會有這個想法 因為他們看我們 看我們的表演 所以他如果想法就讓他去發洩 但我如果跟他一起去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就是這樣雙方都不開心 那沒關係讓他發洩完了 我還是做我自己本分娛樂界演藝人員該做的事情 那他如果願意再繼續來看我們的表演 那我也很開心 那我自己是不喜歡去做 比戰這件事情 或是在網路上發表一些 就是個人太多想法的一些事情 沒有 對我們就後續還是會 還是持續 都沒有任何影響 因為畢竟他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 對我來講 我知道我跟老婆講說 這不是太大的事情 因為就是被波及 是別人講的這件事情 不是我們真的做了壞事 然後被大家拿出來罵 對我們還是做我們正常該做的事情 對所以不大會影響 然後工作上也是完完全全就維持繼續這樣子 而且他現在全部重心都在準備他的配備 已經準備兩個月 每天把他裝進去打開 裝進去要拿出來 我說你到底要看多少 我現在都是為了幾克幾克 再去計算 衛生紙你帶幾張 衛生紙我只帶10張 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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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